而针对高房价的问题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他住在地堡 到哪里都被追问 他怎么想 连胜文今天打破了沉默 他说要向新加坡来借庆 而昨天呢 被省富熊骂肚子里没有东西 和草包差不多的柯文哲 今天幽默已对 他说自己的肚子里没东西 因为有用的东西都在他的脑袋里 妈祖上门叫信徒万头钻洞 连胜文一出现 场面更是乱到不行 外头挤啊挤里头却很平静 前程鞠躬许下心愿 连胜文坐在椅子上 却有点心不在焉 大批媒体守在外头 就是要问他这个问题 是因为郝市长 昨天有讲到说 台北市的房价很高 他的小孩都买不起 那你有这个问题吗 新加坡的土地的供给 比台北大台北地区 还要来的有充满挑战性 不过我想在新加坡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我想我们也许在 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 可以参考这方面 人家比较成功的案例 来推动更多 公有住宅的这样子的建设 台北市房价高住地保的 连胜文提出因应之道 可能对手柯文哲 在立院前进座挺废盒 不怕民调下滑 只怕被叫草包 他说肚子东西很少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比较有一个东西 还是在脑袋 那他会觉得 连胜文肚子东西很多吗 不想问 高手过招高来高去 蓝绿参选人分头拼场 各有挑战 记者综合报道